嗨 大家好 我们是Vit Taiwan来的Geneal 我是Cose 我今天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发帕的DC 本集Podcast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21日周日凌晨零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点改变咯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欢迎收看第三季第37集的观测站底加啦 大家好 我是可欣 我是方瑜 我是Jerry 我是冒充可欣的香菇啦 我不是可欣 香菇又来了 我又来串位了 我又来冒充可欣了 所以今天是香菇串访 这个观测站底加啦 串访最近这个词好红哦 串访 对啊 好啦 那就是我们刚刚有听到吗 开场是我们的发帕的小伙伴 大伙伴们 我们的发帕伙伴们 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个开场 那发帕今年很特别 他们是40周年 所以我们有特地有一个神秘的企划 跟他们一起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们这一次 大家应该不知道没有在注意我们哦 我们其实如果你们是donor的话 你们应该有收到我们的信 我们又有一些神秘的企划好不好 又有一些神秘的企划 那这些神秘的企划里面 包含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今年很重要 发帕40周年的企划 大家就期待一下吧 那就是这次为什么我们有请发帕的伙伴 来帮我们开场一下 香菇你最近在忙什么啊 好久没看到 好久没听到你的这个声音了 对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嘛 我们我前一阵子去了DC town 因为我受这个NAPA的邀请 就是北美教授协会邀请跟叶耀元教授 两个人co-host了一个station 在北美教授协会的年会 那个是在DC 所以前一阵子去了一趟DC 那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有了一些神秘的企划 也是在DC 那因为上半年我就是这样飞来飞去 所以说基本上呢 现在DC这一趟结束之后呢 终于可以好好 你要隐居了 隐居了 好好休息了 我太累了 我上半年一直飞 我看你IG 你IG都是喝酒coding的照片 对对 为大家介绍一下西雅图这个地方 东边这边有一个 就我住的城市叫做Wooddenville 那这个Wooddenville呢 它就是一个winery的一个city 各个地方都有winery跟brewing 所以呢 我就是展开了我的那个 喝酒coding人生 就好好的隐居起来coding 然后不要再飞到哪 然后每天就找一个winery啊 然后小酌一下 然后coding这样子 没有关系 这个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史 哎就是 我是真的真的飞太累了啦 对啊 希望就是好好的 下半年能够好好的休息 好那我们今天就赶快来 快速介绍一下 本集的新闻内容有哪一些哦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三则 第一则呢 我们会讲美国的国会访团 又来台湾呢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在新闻上面看到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我们自己有po 我看其他的新闻比较没有去讲这个 我们自己有 发了一篇文章是讲说 其实美国有明确的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挑战现状的这一方 那第三则也是一样会由Jerry来帮我们带 美国最近的国内新闻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个新闻环节 好第一个新闻呢 就是美国国会访团又访团是什么 饭团 访团 访团又来台湾了 访团啊 对 好 这新闻是这样子的 就是上个礼拜呢 8月14号的时候 又有美国的国会议员访问团来了 就是在众议院预长 培洛西离开之后 又有一团 马上又接着来 像他十天耶 才十天而已 就是一直就是 就是一直那个 一直来一直来 车轮战 对啊 然后这一次领衔的是 美国参议院的外委会的 亚太小组的主席 爱德马基 马基大叔啦 他已经是大叔了 当然 这跟过去一样 这次都是跨党派啊 等一下 我觉得这有点有点不公平 我们都叫那个 培洛西阿嬷 可是却叫马基大叔 好像有点 马基现在几岁 阿公了 七十几 快八十了吧 对 应该阿公好 叫他阿公好了 好啦 马基阿公好了 七十六岁 那马基阿公 那也年纪很大了哦 等一下我们会好好 介绍一下这个 当然呢 这次跟过去一样 就是也是跨党派 跨参众议院的一个访问团 所以说这次其实 很建议大家都去 AIT的页面上面认识一下 每一位的这个来访的参众议员 不只是因为说他们整理的很仔细 而且重要的是这些人的背景 确实真的都超级有趣的 有一个人有十四个孙子耶 等一下AIT是连把这个也都写进去 他们的介绍吗 就是族谱 Family 都把它划上 我记得之前还不太有什么 他有几只狗也都有写 会不会太认真了 真的超认真的 狗的名字 好啦 但是这个访团 来台湾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这个时间点 刚方有讲到嘛 仅仅在Pelosi十天之后 又有另外一个 算是很大咖的访团来 那北京这么的气扑扑 结果台湾在过情人节 然后美国访团还是照样来 就是感觉都没有在管你的意思 因为我记得Pelosi 他那个时候来之后 立刻不是有同步在华游 发了一篇投书吗 他就有强调说他的访问 就跟其他国会议员访台一样 就是一个例行都会有的访问 我们一直过去这几年 都一直有国会议员来嘛 所以这一次另外一批访团来台湾 其实就是要佐证 有点像是在佐证Pelosi这个论点 就是说就是惯例啊 对不对 让来台湾访台这件事情常态化 那逼北京接受这感觉 那中国这一次的反应 好像也还算克制 好像没有观察到太多的 气扑扑的反应 前一团比较大团 然后这一团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这样子 要休息一下 有点累 有点累 前一团反应太大 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超好笑 就是说 美国只要派一个行政专机的预算 结果你中国又要射飞弹啊 然后又是大家在那边 调军机 军舰 军机很贵的 你飞一个小时出去是几十万的游戏 对耶 好像有道理耶 对你看美国只要出一台 可是如果他们飞来台湾的话 我们台湾军机也要半飞 我们也要花钱了 没有错 要看他们飞哪里吧 很麻烦耶 对 就是说 对但总而言之 就是说其实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一直都有 但是北京那边就是随时就要突然间这样生气起来这样子 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去预测啦 那当然美国就是真的就是没有要管他们 就是不然是Pelos也好 或是各级的官员都说 我们要去安排哪边的访问 其实完全不会听中国的就对了 完全不会鸟他就对了 那我想要问下方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访问团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一直有看到那个国会的议员访问团一直来台湾嘛 那彭博社的统计啊 逛过去十年其实就有149位国会的参议员或是众议员访问过台湾耶 没有错这个外交人员们 就是安排这些访团真的是很辛苦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访问团之外 也还有助理团 助理团其实也是超重要 因为你要跟助理讲 因为助理是负责这些你法案啊 就提供这些资讯啊等等 还有学者团啊 还有就是其他的官员啊等等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一个访问团 就是的重要性在于说Ed Markey他本身 Markey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进步派 就是The Progressive 这个就是所谓进步派的这个大将 什么叫进步派呢 就是他支持所有一切 在台湾有可能会被某些人称为 所谓比较左派 或者比较所谓的左交 甚至有人这样子骂的 什么叫进步派 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他们支持婚姻平权 会支持绿能 会支持这种就是 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 少数族群的这个权益 或者是像支持最低工资等等 或者是像历史教科书的那种转型正宜 对对对对 怎么听起来跟蔡英文有点像对不对 跟台湾的主流其实蛮像的 对呀 就是跟现在台湾的主流 其实蛮像 对的 但是但是过去 美国这种大选的时候 这些东西却被一直骂 左胶 然后会一直被骂说什么 就是进步派都很可恶 什么之类的 就是还蛮有趣的 但是总而言之 为什么我们特别提 它是进步派 是因为进步派在美国 以往通常都是比较属于 在外交上面的节制 或是克制 或者是比较 孤立主义派的 就是说进步派的这些人 他们通常会认为说 你不要把太多的钱 花在国防 你最好要把这些钱 花在比如说促进少数族群 或者是这些国内的议题上面 他们认为国内的议题 比国外的议题重要 所以最好不要去插手 管太多事情 在外交上面 就是反对美国 有这么大的军事的预算等等 那想当然而 他们就比较不会去赞同 所谓的要跟中国竞争 或是要围堵中国 这些态度 但是马基呢 却是进步派当中 很少数常常大声呼吁 支持台湾 而且 不是传统的那种 路数就对了 对没有错 所以他的外交 他在外交上面的 这一个立场呢 跟很多进步派的人 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 像这样子进步派的 这个大将人 来帮台湾多说话 然后去影响其他 那种比较跟台湾不熟 或者比较认为 不需要管太多的这些 所谓的进步派的 这些政治人物 这个真的很特别 对而且刚刚方宇讲到 就是像马基这样子的例子 真的很少 那其实我自己 有认识一些台美人的朋友 那在马基来台 访问的时候 他们就很感慨地 PO一些文章 其实这是台美人 真的在美国 长期生根 超过20年以来的结果 他们都有想到 当时其实在 马基还是早期的时候 他在国会的时候 其实台美人社团 就一直有在 平凡地接触 他们的办公室 跟他去游说台湾相关的议题 这就告诉我们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长期耕耘的结果 然后我们在美国这边 要做的事情 真的是不分党派的 都要跟他们去宣传 台湾的重要性 那未来才有办法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 在关键的时候 然后出现在台湾 然后替台湾申援 对 那马基来讲一下他好了 讲一下他 介绍一下他是谁 对对对 刚刚方宇讲到 他进步派的背景 那他自己本身呢 他其实75岁嘛 他其实是超级资深的 国会议员 他1977年就进入了众议院 那他是现在议员 现任议员中第三资深的人 1977年呢 我还没有出生呢 他就已经在当众议员了 他的年资在美国的历史上 其实已经可以排上前20名了 对 不过他一直到2013年才因为John Kerry 就是被欧巴马早去当国务卿之后 才透过特别选举 进到了参议院成为参议员 不然他之前都是中议员 那在2020年民主党参议员初选中呢 他曾经一度受到甘乃迪家的后人 Joe Kennedy的挑战 然后那Joe Kennedy是一个蛮年轻 好像才30几岁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他最后居然还是成功赢得初选 对 然后当时其实有我自己有认识 非常多台美人的朋友 都一直在那个地方 就是帮忙力挺Marky这样子 就是感念他多年对台湾的支持 那讲到对台湾的支持 你知道他连署过哪一些台湾法案吗 最近期的当然就是他提出了台湾学人法 Taiwan Fellowship Act 哦那个就是他提的 对 让美国的联邦雇员能够来台湾 就是交换两年这样子 这我们也有介绍过 没错没错 就是让美国的公务员吗 还是Officer可以来台湾留学啦 这样子 对两年学中文 然后以及到我们的政府单位去实习 嗯 这样子 那这是他提出的法案 然后呢再还有台北法 大家都听过吗 这已经有通过的咯 然后呢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Area 这个也是有通过的咯 那他都是联署人 然后才有他还有 超级重要 对 他也提出台湾国际参与法 最重要的是 以他的年子 他是少数当时有联署台湾关系法的人 1979年 哈哈 根本就是活化史 哎不是 好啦他真的是阿公啦 跟拜登差不多等级的 真的是阿公啦 真的是跟拜登差不多等级 其实年纪可能也都差不多 对啊 差不多就要一样嘛 对啊差不多 对啊 还有联署过台湾关系法 哦这勘诊真的是 没人讨厚比的啦 只有拜登可以跟他比的 那而且大家知道 这次其实马基要访台之前 其实完全没有走漏风声 不像那个佩洛西大阵仗 就是之前有一次嘛 被那个行政单位泄露心中 所以说这一次其实就很快啊 就是大家看到新闻的时候 人已经要来啊 所以说马基大叔的这一次 马基阿公好不好 不要讲马基大叔 马基阿公 他们这一团其实 非常的顺利 而且就在17号的时候啊 那个路透社也说 加拿大也正在安排 访问团来台湾 所以说现在是怎么样 都来台湾就对了啊 就全部都来啊 轮流来啊 一团借着一团来啊 但是是说现在加拿大这一团 因为已经先被披露出来了嘛 那就不知道说中国会不会去施压 去威胁加拿大的议员啦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好事啦 因为他们每次 这些这个外交战狼 中国这个外交战狼 每次去对国外的议员 莫名其妙施压的时候 感觉都只是在把自己的事情爆炸而已 真的没有错 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国际情势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看 当佩洛西那个来访之后呢 你看英国也有国会议员说要访问台湾 然后还有那些这个东欧啊 波罗的海国家 也有一大堆国会议员说要来访问台湾 就是真的是有越来越多人 就是完全没有在理会中共这样子 那不过这边要补充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大部分的时候啊 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都是出发了才公布 那这当然就是因为中国很烦啊 就是他们一定会到处去那边施压 然后威胁啊什么的 就真的是很麻烦 要花很多时间应付他们这样 那第二件事情是要来补充一件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就是说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幕消息 慢慢的被披露出来 那在8月20号 也就是我们录音的今天当天 才刚看出来的这个 华盛顿邮报有一篇新闻 超有趣的 他就说呢 有一个白宫的高级官员 匿名描述 匿名 他说呢习近平跟拜登的通话 在7月28号的时候 就有要求说 要求 习近平有要求拜登说 要阻止佩洛西访问台湾 就是就证实了 白宫官员就证实这件事情 的确有 可是拜登回复习近平说 不好意思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阻止佩洛西这样子 然后拜登还在那边上课 就是美国国会是什么 政府中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啊 然后这个 行政权啊 立法权什么的 总统没有办法命令这个 或是指挥国会议员 这个跟中国不一样嘛 还为他解释三权分立是什么 好累哦 根本就是上课 而且你知道拜登就是那种 随随随随随随随 我觉得超好笑 最好笑的是 这篇文章 这篇那个新闻 还披露出那个佩洛西 怎么样回复白宫哦 他说佩洛西有回复白宫说 两种情况下 佩洛西会愿意重新考虑 或者甚至取消访问台湾 第一种情形是 如果拜登直接要求 佩洛西不要访问台湾 那佩洛西就会说 OK那我就不要去 第二个是 如果台湾总统蔡英文 撤回邀请他访问台湾 那佩洛西就会说 OK那我也不要去 可见两个都没有成立 都没有发生 对就是这个 对嘛 就是逻辑上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白宫的这个 民营官员还说 佩洛西你看 超级tough 就是超级强硬 他说 如果拜登真的叫我不要去 我就会考虑 但是呢 我会把他公布出来 我就会说 OK总统叫我不要去 是总统叫我不要去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 佩洛西是一个多么的 就是 真的是很强硬的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会 所以拜登其实很明了 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去 告诉一个 当年都是 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 去抗议的人 你去叫他不要访问台湾 而且是在中共要求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在中国 根本就是自讨没去 我觉得 哎 对啊 哎 来来来 不错啦 都来啦 来来来 来越多越好 越多访团 来越好啦 我看后面接下来有什么 就是都一起来打卡啦 我们开始要不要做一个 那个旅游路线 就是外国议员访团 打卡路线这样子 那这个新闻就到这边 我们现在就进行到 我们下一个新闻 好 第二个新闻呢 就是呢 美国明确的表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挑战现状 那这个新闻是怎么样呢 就是接续到 刚刚上面讲的 那美国在众议员的议长 Pelosi访台之后呢 那大家知道啊 中国又是射飞弹啊 又是军演啊 然后外交人员 在全世界媒体上面 都放狠话 警告这个 警告那个的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方宇要不要来帮我们 讲一下这个新闻的一些细节 没有错 这个美国国务院 在15号的时候呢 就在记者会啊 就是讲了一份正式的回应 就是回应说 中国的军演啊 然后还有就是那些 战狼外交啊等等 这个回应内容 超有趣 就是说他英文写了一遍之后呢 在官网上 隔一天之后 16号 美国国务院的这个 他们有一个亚太媒体发布中心 就专门发布亚太讯息的单位 还有在推特上面 又发了一次这个回应 然后还不够哦 17号隔了一天之后 他们用简体中文 又发了一次 美国驻华使领馆的这个页面上面 我就超有趣 就是一天发一次 连续讲三天这样子 就是要确定 他们都可以看得到就对了 没有错 我们请香菇用台语念一下 这段真的超有趣的 对 这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 他这批文军是用台语写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有一边 有一方面在 顺求改变犯状 海贲两花的状状 这种状状是 40年来台湾海贲两花 稳定和安全的核心 不是美国 也不是台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调整很多 最近 中国对国会代表团来 奉务台湾做出这种调整性 还有完全没必要的这种会议 在此 当时就能调整这种 很重要的这种意外 太厉害了 美国国务院真的很强 不只是简体中文发文 也讲台语 对 但是好啦 但基本上就是 替大家刚刚recap一下 其实这个声明最重要的就是 指出改变现状的 不是美国 不是台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哦 等等等等 刚刚可欣插播 我刚刚录到一半 每次我录音的时候 可欣都会插播 刚刚可欣扣印进来说 他问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上一集有提到 那个印太事务官 函佩尔的那个回应 有提到他说 当中有预告说 会在几天之后来宣布 美台雄心勃勃的 这个贸易谈判的 那个路线图嘛 大家其实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嘛 你那么多的代表团 那这个贸易谈判的 这个东西 这个牛肉 才是大家关心的 那就在18号这一天呢 台美宣布将正式展开 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咯 所以大家应该会忘记说 可能有听过这个名词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那可能大家也忘记 21世纪 不是Forever团T1 这个到底是什么 也不是烤鸡哦 也不是烤鸡哦 对 21世纪哦 也不是房地产公司哦 就是21世纪 贸易倡议哦 这是为这个FTA 以及印太经济整合铺路的 重要的这个机制 所以综合来看 其实台美不只在高层的 互访上面的交流 更为精密 那其实我们 我刚刚讲的就是 在实质的这个合作 这个经济合作 牛肉的成绩之中 一直在推展当中 这才是大家要的嘛 没有错 我来补充一下 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呢 它其实就是这个 所谓IPAV 印太经济框架 这个机制的缩小版 为什么叫缩小版 因为IPAV有 牵涉到很多国家 但是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 都等于是美国跟台湾 直接来谈判 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 就是说 它有很可有可能 就我们谈判的内容 会变成 IPAV的一个范本 就是谈判的范本 因为两国之间的谈判 当然是比这个 十几国一起谈判 还要容易的多嘛 所以对台湾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贸易的 这个谈判的机会 那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 它并不像 以往的这个FTA一样 有关于 关税的这个谈判 它是比较多的是 在强化双边的投资 跟贸易的机制 还有一个更完善的 赤场机制这样子 那当然最重要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讨论 如何降低 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这个东西 对于台湾跟美国来说 双边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才是 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嘛 你就贸易团来 其实就是 大家为了什么 大家就是为了 赶快来开展 双边的这些 经贸的合作 好 那我们在 进入下一个新闻之前 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大家好 我是漂流记的负责人 Peter 我们漂流记主要的服务 是帮忙从海外 包括台湾 进行到香港的监狱里面 让坐牢的示威者知道 大家还记得他们 关心他们 8月28号礼拜天的 晚上6点 我们会在台北228公园 举办一场香港人集会 在播放香港电影之后 透过嘉宾的分享 鼓励大家继续过好生活 我们也很欢迎 台湾的朋友参与哦 好 那就请大家 多多支持那个活动了 好 我们现在进到 第三个新闻环节 就是我们美国 国内新闻的环节 Jerry要不要 直接帮我们讲一下 Liz Cheney 这是怎么念 Liz Cheney Liz Cheney是谁 对 哦 Cheney 他毫不意外落选 接下来被酸总统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Jerry来帮我讲一下 对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 大家对Liz Cheney 最近的印象 应该就是 他是美国国会众议院 Gen6 Committee 就是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的 Vice Chair 就是副主席嘛 那但他其实也是 怀俄民州的众议员 那之前就讲到 因为他 虽然是共和党员 但不过因为他 就是对于川普的 在2020大选的 那个散布的谣言 就是 无法认同 无法认同 对 然后甚至加入 这个调查委员会 所以他在党内 几乎现在已经是 民生抽到不行 那之前就已经 民调结果就很清楚指出 他就是初选不会过 这次初选不会过 所以我们这一节的新闻就是 title就是 毫不意外的落选 那不过呢 所以这是这一周的 最大的新闻 为什么 就是明明就是落选很惨了 可是为什么大家会 对他的讨论度这么高呢 其实 对啊 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 一个其中的原因 但是因为他是 Gen6 其实还继续在调查当中嘛 那接下来 秋季还会有两场的听证会 所以大家还是会去讨论他 关注他 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进展出来 那但是另外一个也是 他有透露风声说 考虑选总统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 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一次他的落选好了 那其实就是在 星期二八月十六日的时候 这个共和党初选 他输给了竞选对手 就是Harriet Hickman 那前一 他的败选 其实早就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他惨败的程度 他到底输了多惨呢 他的对手 Hickman有66.3的得票率 那Cheney他的得票率去只有28.9 连三成都不到 二比一 三张票里面 一张票他都拿不到 对 这是60年来 现任众议员竞选连任失败中 第二惨的记录 这是有点破记录的意思 天哪 那不过从这一次的初选 也可以看到 就大家都在观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Gen6发生之后 2021年那个时候 在年初不就是有 又弹劾川普一次吗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是有 10个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投支持的 就是要弹劾川普 那大家就会去关心 这些共和党的众议员 他们下场如何 来 那今年初选的时候 最后只有两个人通过初选 然后四个落选 然后四个是要直接退休 所以你就知道 十个都没有办法继续选就对了 没有办法 就只有两个有通过 所以就知道 得罪川普还想走 是得罪方丈 对 所以这真的很恐怖 川普的影响力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对 那两个通过初选的 一个是加州 一个是华盛顿州 那所以大家知道 这两个州都是 民主党支持者 偏多的州 而且他们每一州的 初选规则不太一样 像这两个州的话 他其实有些州是 不断是 在初选的阶段 不管你是哪一个党 你都可以去投初选票 所以才有办法 让这两个人通过初选 不然的话 应该非常有可能 就是全军覆没了 因为我们州 有一个居然是我们州 对 没错 你们州就很蓝啊 我们州很蓝的 对 所以这其实告诉我们 一件事 就是说川普的影响力 还是非常大 然后呢 共和党的选民 真的是非常在意 就是人 到底你知不支持 川普这件事情 那前你其实 很有趣的是 可以跟大家补充几个 我觉得 就是我在准备这次新闻的时候 我发现几个 蛮有趣的点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的爸爸就是 前副总统 Dick Cheney嘛 对 Dick Cheney就是 对对 就在小布希 就是2001年的时候 小布希当选总统的时候 他是那个时候的副总统 Dick Cheney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从政 那个时候 他就进去国务院 然后负责总统的事务 然后呢 后来 欧巴马上任之后 其实钱尼 他很常出现在Fox News 然后就是一直在疯狂的 抨击欧巴马跟那个 拜登 那时候拜登是副总统嘛 的那个 政府这样子 然后呢 一直到了2016年 我们刚刚讲 钱尼他是 怀尔明州 威奥明 然后2016年 他就决定要开始选 众议员 对 那而且他选的选区 就是他爸爸 Dick Cheney 当年当众议员的 那个选区 所以就是有一种 家族传承香火的 意味在 然后呢 他最后当然也顺利当选 在2016年的时候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哇 就是 副船女 这样子 而且 钱尼他最厉害的是 他后来呢 只花两年时间 2016年进来 2018年 他就当上的 众议院 House Republican Conference 的主席 这个主席在众议院 共和党众议院中 是第三大的位置 然后他只花了两年 就当上这个 众议院第三大的 那个 然后这个位置 他爸爸当年是花了 六年才当上的 对 所以其实当时 大家就觉得 这个女人不可小觑 虎父虎权女 对 而且他 当时大家就讲说 他就是未来要 当上众议院的议长 就是Pelosi 现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他真的当上的话 他就会是 共和党人当中 第一个女性 众议院议长 的角色 对 那所以 大家都知道 他一直以来 就是不折不扣的 就是共和党人 这样子 非常的忠诚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 他是 就是GENSEC调查委员会的 副主席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他在 2020大选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非常支持川普的 我们之前也过去 有提到说 他在 川普任内 他的投票 的行为 是 跟川普政策 是有高达 95%以上的 重合度 就是说 他是非常支持 川普的政策的 然后在2020 要川普竞选年 那个时候 潜尼也还帮他 助选跟募款 所以他一直以来 都非常支持川普 然后呢 也是共和党 非常忠诚的党员 就是了 但是这个转类点 就是 1月6号 这件事情 GENSEC 对 然后我那时候 读到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议文嘛 就是 他那个时候 暴论发生的时候 其实里面的议员 都在 仓皇奔走嘛 就是一撤离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Liz Cheney 他就是在 House floor 在众议院大厅里面 他就是 在荒万之中 找寻一个人影 谁呢 就是 人海茫茫中 找寻一个背影 就是要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 这个人叫Hakim Jeffrey 那Jeffrey是当场 那个现场里面 民主党最资深的议员 对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他见到 Jeffrey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 We have to start impeachment 就是我们要开始 准备弹劾了 所以就是 他在当下就 已经马上做出决定 他是非常快的 我们如果你回想当时 很多共和党人 就算在Gen6发生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 其实是不知道 要如何回应的 一方面 他们就是被吓到 这件事情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不敢得罪川普 可是对钱尼来说 这件事情就是 没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就是我要叫他 坦克他 这件事情太厉害了 触动他的底线 当下他就决定 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发生在台湾 今天现任的总统 拒绝接受选举的结果 甚至呢 就是鼓动群众 冲入总统府 或冲入国会 阻止国会 宣告这个对手当选 这个 这真的很难想象 假设比如说 2004年 那个凯盗夜市 假设 比如说 当时的这个联宋呢 就直接叫所有的群众 冲进总统府 或冲进立法院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真的是无法想象 对 对啊 所以 从那件事情之后 就是大家都知道 后来发生的事情嘛 他就是接受了 Pelosi的邀请 成为了众议院 Gen6调查委员会的副主席 然后也是在那之后 就是去年的5月 他就在接受 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直接在镜头前面 很明白的说 他会尽一切努力 不让川普回到白宫 所以从那之后 他就是有点是 变成了一个 川普的那种 黑特 死对头的感觉 就很像是那个 漫画里面的那个对手 就是一直要追着他这样子 对 就很像那个什么 是谁一直要追着赖清德 就很像谢龙界 对赖清德的关系 对对对 谢龙界对赖清德 那种感觉就对了 一生只追你一人 一生只嘟你一人 对 那我们回到那个总统 这个是 为什么这一周 美国新闻都在讨论他 就是因为他就是 对外释出消息 就是在NBC的一个 Today Show 被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嗯我最近都一直 有在想这件事情哦 我接下来几个月内 就会做出决定 对 然后他又继续强调说 我会做一切所能做的 让川普无法冲回白宫这样子 不过大家都知道 他不会过啦 就是他的那个 共和党的提名初选 是绝对不可能会过的 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说 那为什么他到底要参选 我这边帮大家整理几个 就是目前在讨论的几个 theory 第一个就是 他是一个很精明的政治人物 所以你看哦 现在有哪一个初选惨败的人 居然在全国有这么高的讨论度呢 然后还要去酸总统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认为说 他酸总统 说要酸总统 其实是一个刷存在感的大法啦 就是 所以你看 就是大家在讨论他 但 讲说刷存在感 好像有点负面 但是我觉得 对钱尼这样子一个 为了自己信念 不惜赔上自己政治生涯的人 选总统有可能就是他 为了要实现 绝不让川普冲回白宫 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只要说你要参选这个总统 这么大的选举 你一定会有很多新闻 很多画面 你就很有很多机会 可以在 那个公众媒体面前表 就是讲出你想要讲的话 没错没错 而且 刚刚不是说他 几乎就是不可能选上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不是每一个参选的人都自在胜选哦 有时候参选只是为了要怎么样 要影响选局 参选是这样嘛 参选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选上 一种是不让某人选上 那你觉得是哪一种 这个你看 你看台湾的选举 也都是这个样子 没有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初选呢 通常两党都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当你民调 越过某一个门槛的时候 你就可以参加辩论 那那个 你只要越过那个门槛 进入辩论 就会变得非常有趣 对 没错 刚刚方一讲到这个大重点 因为呢 YouGov上周做了一个民调 就是针对共和党 就是2024要选总统的几个 可能的人选做出民调 Liz Cheney 当然就是超低的 就是3% 在地上爬 可是他3% 是所有名单里面的第4名 所以其实没有到非常差 第三名是谁 我们往前一个一个倒数好了 他第4名 第三名是7%的那个 Pence 就是前副总统 Mike Pence 然后呢 前两名呢 第一名大概应该不难想象 就是川普 川普啊 他的支持率 有达到多少呢 42.75% 然后第二名 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 弗洛伊达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他支持率是34% 所以老实说 他虽然在地上爬 他只要能够按照这个 支持率一直爬 他是有可能爬上 这个debate stage 就是辩论台的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 在等的就是 他在辩论会当中 跟川普单挑这一场戏 对 所以这个就会变得 像刚刚方一讲 就很有趣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阴谋论的财测 是说 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Gen6 调查委员会 预计在秋季 还有两场听证会 那整个调查都还在搜证中 那也是最近的 这一周的新闻 有爆出说 Mike Pence 前副总统彭斯 他也对外表示说 他愿意出席 Gen6的听证会哦 那所以有没有可能 其实前一知道 一些大料 一些内幕 所以呢 造成了他决定说 其实我可能可以参选看看 也要出来爆一下了就对了 对 越来越精彩了 非常精彩哦 而且其实老实说 虽然GIN2024 你说还有两年对不对 可是以按照现在的时程来看 其实都已经迫在眉睫了 每个要选的人 大概最近都会做出准备了 所以我很好奇 接下来他的动作会是什么 要开始募款啊 因为这个选举很烧钱 你现在不开始募款 到时候没钱就没有办法选 对 而且美国这么大 50周要一直跑耶 哦 超累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精彩可期 大家都看看之后 这个会怎么继续演下去 对啊 好精彩哦 好想知道之后会怎么样哦 对啊 好 那谢谢Jerry 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个 美国国内新闻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 那谢谢大家收听 这一集的观测站底下啦 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 国际动态 到我们的粉专 又是台湾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 去按个赞哦 因为在那边我们也会随时 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 那这个podcast 基本上就在服务 在现在太模型了 你 只能用耳朵听了你们 然后也会帮各位来加料 那听到最后呢 也不要忘记呢 在你的收听的平台 follow我们观测站 帮我们按赞咯 谢谢 我是香菇 我是可欣 我是假冒可欣的香菇 我是芳瑜 我是Jerry 好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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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感谢观看